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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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客人来都会叫我们的炒果条 因为师傅他们都跟我说在外面吃不到 炒果条我们是把那个河粉 就是先放油然后放点那个蒜头去炒 起锅先然后就把果条就调味料丢去炒 我们是炒得很香那种 就是然后放点那个腊肠跟那个虾跟韭菜跟蛋 这里还有一样马兰西亚独有的特色 排骨虾米粉汤面 在这家小店也是吃得到 据说这是当地一道著名的早点 只在早上六点到九点之间的小食店有满 想要吃可是要赶早的 然后那个排骨虾呢是带辣的 他们我们通常里面可以跟客人 可以要求是面或米粉 可是我们在槟城的人 都是全吃米粉跟面困在一起吃 因为你单单吃面又觉得很腻 但米粉就觉得好像有的人吃不饱 他们通常都会把米粉跟面困在一起 就刚刚好 再来还有马来风光空心菜也很有特色 独特的调味在别的地方很难吃得到 空心菜呢是用虾酱辣椒酱 然后那个味道是蛮重的 不过我们的客人都还能接受那个味道 是亚洲人还能接受那个味道 因为它吃起来一点那种 怎么讲呢是那种臭臭的感觉 可是那个味道蛮香的 它也放一点虾米去煮 既然是马来风味 那咖喱自然也不能少 咖喱作为一种重要的香料 每个妈妈都有不同的调法 Litle Malaysia对不同的食材 都搭配不同的咖喱哦 咖喱再加上马来西亚有名的酿豆腐 有名的口感令人难忘 因为我们的咖喱是进口进来的 是不同咖喱煮不同的配料 都不同的材料 所以每一道咖喱都不一样味道 有鸡肉有牛肉有鱼有鱼头都不一样 咖喱酿豆腐是把那些豆腐 就是里面有酿豆腐酿鱼酱在里面 然后有那个青红椒 还有那个欧拉 这是Ladyfinger 酿鱼酱之后就用加力 就慢慢煮出来 就把煮成一道咖喱酿豆腐吧 是配饭很好吃 除了道地的马来菜 这里还有非常特别的特制饮料 清热滋润的功效 在炎热的南加州也一样适用 OK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特色饮料 就是薏仁 柠檬跟那个金菊水 这两种饮料呢 是可以降火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爱吃辣 所以小时候妈妈都会煮一大锅薏仁水 或者做一锅的金菊水 就给我们降火器 吃了多辣就会里面就热气 然后那个薏仁 其实在Margaret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你们家里都可以自己煮 煮呢就是就先把薏仁洗干净 然后就把它倒在锅子里面去 然后就加水 然后我们大概是煮一小时半 你可以试看那个薏仁软就行了 喜欢浓重口味的朋友 一定要来这里试一下 不过要注意的是 周一Little Malaysia全天都打烊休息 周六和周日的上午也是不开门的哦 我们两个人 谢谢大家